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鸡厂英伦》 来到我们英国买车攻略的第二集 在上一集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英国养车初期的烦恼 另外也介绍了英国不同种类的洗车服务 而在Lockdown的环境之下 也有一个新的交车模式 以及14天无条件退货期的安排 在养车方面也跟大家分享了 究竟选择新车还是二手车 而最重点也说了 我们在网上有什么渠道找到我们心仪的二手车 今集的内容也会非常丰富 在我们选定了原厂认证二手车这个类别之后 我们可以如何筛选出一部 我们适用适用适用的二手车呢? 另外在找到这个车之后 我们如何深入分析它的售价是否合理 市场的售价水平又如何 最后我们会分享我们如何去找这个应用适用 以及跟它讲价的过程 在正式开始之前提提 我们没有打算和大家推介任何车厂的品牌或车款 而今集看到的大部分资料 都是一些公开在网上大家都可以找到的资料 所以大家都是要看完之后认真了解最新的情况才做决定 上一集也有说过 几乎每一个车厂都会有它们所指的原厂认证二手车 我们就以日产为例 去回它的网站搜寻一下这一类型的车 进去里面大家都看到有不同的筛选条件 例如售价的上限 理数 注册的年份 最重要的是你想找的model是哪一款 另外大家要输入postcode 让它知道你的位置 它就可以显示究竟这些车在哪一间代理 它和你家的距离有多远 我们找Xtrail 做例子 简单地找到有500车给大家选择 到下一个版面 它就会让你选择排列这些筛选结果的次序 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最重视的因素会是什么 例如希望越便宜越好 那你就用价钱去做筛选 或者希望这一辆车和你的距离近一些 可以快些送货 那你就可以选择Distance Ascending 而我们就比较重视它的里数 所以我们会选择由里数最低的数字去开始显示 又或者如果大家用它来做显示的条件 它就可以从最近你的位置的那一辆车开始显示 而入到第一个版面 基本上它会将这辆车的规格显示出来 另外就是有关这个代理的资料 以及最重要的车的售价是如何 我们就看看这辆黑色的Xtrail 进去里面会有很多它的照片给大家看 有时甚至会有一些简短的video提供 另外大家都看到在右下角 一般来说车厂都会安排职员进行一个即时通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 都可以即时与它沟通 在这辆车的照片下面 亦都会进一步显示它的规格和一些背景资料 特别留意它亦都会显示上一手车主的情况 以这辆车为例 其实它就是一辆代理用来做Demo 的车 所以我觉得它也不会隐瞒一些什么特别的情况 我特别想讲讲右手边Value My Car 的部分 进去里面看到Part Exchange Your Vehicle 其实是方便你用一个Trade In 的形式 去和这个代理完成交易 你可以将你手上的这辆车的资料输入了 然后代理就会给一个基本报价给你 方便你预算究竟你要额外付的钱是有多少 在这里有讲多些有关Part Exchange 的好处 大家看到了 头五个Point 都是一些总体的东西 去到第六个Point Loyalty Bonus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你拿去Trade In 的这辆车是同一间车厂的 它会给予一些额外的 bonus给你 究竟是金额高些 还是有其他的优惠 这个就不太肯定了 接着那个Point 叫做 Scrapage Scheme 意思就是如果你的车是很够的 准备拿去汤 它亦都很欢迎的 甚至会有一些额外的 financial incentive 给你 都是要再向这个代理具体了解才行 最后它亦都提醒 如果你和它交易这辆Trade In 的车 它因为是认可的Dualer 这个交收或者款项会有保障一些 虽然知道在这个阶段 移民来英国的朋友 会Trade In 它们的车的机会不大 但也在这里显示一些相关资料给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看回 如果真的要Trade In 你是要提供以下的资料 如果你的车仍然在供会 它要知道或者得到的文件更加多一些 回到这辆Trade In 的资料显示版面 再到下面一些 便会见到它的规格资料 这就很清晰 即它的内部和外部是如何 安全性各样 大家都可以看到 大家都可能知道 就算是同一个Model 的车 都有不同规格的选项 比如这辆日产Xtrail 在它的网页看 有很多不同规格 基本版 有升级版 或者豪华版 大家要搞清楚 究竟是哪个版本才行 因为这个绝对影响它的价值 接着重点就来了 我们找到这辆车 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联络代理去谈 我们就不是这样做 我会先了解一下 它这辆车的背景 多些资料 以及最关键 它这个开架究竟合不合理 其实只要你有这辆车的车牌号码 都可以回到英国政府网站 了解进一步的资料 我们可以回到 GET VEHICLE INFORMATION FROM DVLA 这个 section 那里 入到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看 首先就是它的路税 收费究竟是多少 何时到期 另外大家都会知道 在英国如果你的车的车龄是超过三年的话 就要每年验车 它都会显示MOT究竟何时到期 另外就是其他基本资料 生产商是哪一个 体重 引擎的尺寸 燃油的类别等等 我们就继续找这辆黑色的日产Xtrail 做示范 在这里输入它的车牌号码 然后大家看到 第一个版面显示它的车厂颜色 会问你是否想找这辆车 再入到里面 它会即时显示它路税的情况 今年10月1日就到期 MOT 没有资料显示 因为这辆车未够三年的车龄 所以应该未需要验车 接着就是显示这辆车的其他资讯 其中有两样我自己未有时间去了解 包括Eurostatus 和Vehicle Type Approval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要自己去搜寻一下 我自己特别想提到最下面的部分 Date of Last V5C 这个 即是Lockbook 你看到它的日期 如果和它新车注册的日期是一样的话 即是所谓的零手车 暂时都只有一位车主用过这辆车 了解多了这辆车的基本资讯之后 我们又要了解它的开价是否合理 最简单就是去一些外面的其他卖车网站 比较一下一般的售价 先看看这个网站 它综合性地说了 X-Trail 2020 年落地的车 究竟价格是如何 亦有提到不同的交易 如果是私人转让 或是你交易 平均价是大约有多少钱 不同的网站都有不同的方式 去表达这些平均车价的资讯 看看这个网站 它除了分年份之外 又分了不同的车型 以及它会预计一个平均的理数给大家参考 最终当然就是 这个年份的车的平均售价是多少 甚至有网站会用图表形式去显示这辆车款 它不同车龄的平均售价是多少 方便大家看一看这辆车 它贬值的走势会是如何 亦有就着同一个Model 的车 它不同的规格做一些分类 显示这个规格的车 在指定的年份里面 平均二手售价是多少 在我看了好几个这些二手车价的网站之后 我发觉这个叫做Parkers 的网站是比较好用 首先它会将它的车辆分开不同年份 甚至有小分到在一年里面 它是在年头年中还是年尾落地 其实在英国只要你知道一辆车的车牌 就可以推算到它大约是什么时间注册 以图中这一辆X Trail为例 大家看到它中间的两个数目是67 即是它落地的时间大约是2017年的年底 至2018年的年初 这个网站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它会按照这个Model 的车 分开它不同的版本规格 去显示它的平均售价 好像我们现在一直在看的 这一辆黑色X Trail 我们都可以找回它这个叫做Connector 的 version 去了解它的最新情况 同样它都会分开私人转让和代理 收买这个车款的Price Range 另外如果大家想拿到进一步的资讯 就要用一个付费形式 另一个了解二手车市场价格的途径 就是经过汽车保险的网站 这个叫Compare the market 的网站 也是比较 popular 其实这个网站的主要功能是帮大家 比较不同汽车保险公司的布架 而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 在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指定的这一辆车 它评估的价格是多少钱 方法都很简单 输入我们的车牌号码就可以了 进入里面也是很简单的 主要都是剔选这辆车的基本情况 它就会立刻显示它们估算这辆车的价值 有一些因素它是无法考虑到的 例如这辆车的理数 或者之前有多少个车主 它都没有计算在里面 看了这么多资料之后 大家应该对于自己所选的那一辆车 它的市场合理价格是有一个概念 如果你觉得它的报价是高一点 也不代表它一定有问题 但你要想回究竟 它这辆车有什么额外的好处条件 值得你额外给多些钱去买呢 例如它的理数是否特别低 保养期还有很久 或者有其他正面因素 在你明确自己真的对这辆车有兴趣之后 那就要开始联络代理 有什么方法呢 首先在网站上 你可以填写他们的表格 留下你的联络资讯 等代理去找你 第二就是即时在他网站的 订阅和代理去谈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就是比较心急的那一类型 几辆车看中了之后 我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 给代理在电话里和他谈 在我的经验里面 一般来说 你打去找这些代理 他们的反应都是很友善和热情的 你可以问多些有关这辆车的资讯 而他们一般会问我们什么呢 就是我们身处的位置 我们期望何时要用这辆车 以及究竟我们手上有没有一辆旧车 会跟他们做part exchange 由于我们找的都是Approved Dealer 所以就没有特别要求对方 提供任何有关这辆车的证明 而在电话里面 除了我们留下我们的电话号码 电邮之外 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代理给一段video 我们看看这辆车的真实情况 有一些代理 其实他都会预先帮他 每一辆售卖的车辆 拍定一条简短的介绍片段 好像大家看到的这条片一般 一般来说这些片段都是比较简单一些 可能会拍一拍车的外观 也会打开车门 简单地拍摄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这一段基本的片段 不够仔细的话 是绝对可以要求代理 特地帮你拍一段片 详细地介绍这辆车的情况 因为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不可以去到现场看车 也不可以试驾这辆车 所以代理也很理解 也很明白 他们是要靠这些video 才可以吸引到买家和他们下单 我们也试过看这些影片的时候 看到车的外观是可以的 但看到车笼里面的情况 发觉中排座位 桌上有一些明显的凹陷 我们也有问代理的原因 他解释是上手车主 因为长时间也有放了个儿童车座位 在上面 所以就凹陷了 他就说过一段时间就会OK 但我们也觉得有一些担忧 所以都没有选到那辆车 代理一般都要一两个钟至到半天的时间 才完成到这条特地帮你拍的影片 然后他就会短信将连结给你 那你就可以看一看影片 看完之后就要预设这个代理 会不断打来问你觉得如何 看成如何 考虑成如何 希望可以跟你落实整个order 有时在影片下方都有这些选项给大家 例如你可以要求代理打电话给你 也都可以即时落订金去reserve 这一辆车 那你就有一个优先权去考虑 我的建议都是跟代理保持在电话那里直接沟通 就不要心急在那个系统上落任何订 先因为都要开始跟代理去讲一讲价 那真是讲对了才好给订金那些东西 可能在英国这边的卖车资讯是比较公开透明 所以我建议就不要用一种开天杀价的方式去跟代理谈 因为如果你太弥补的话 他可能觉得你是没有诚意 和不是真的有兴趣去买这一辆车的 而讲价的方式其实都离不开 可以讲一讲这辆车的一些缺点 和你的期望有些什么出入 另外亦都可以讲一讲你的budget 可能有一些限制 希望代理帮忙去跟公司谈一谈 有些什么discount可以给你 我自己的感觉 和这些approved dealer谈议 以价空间是小一点的 这也是我自己的感觉 如果你和他还价2-3% 我觉得是应该问题不大 你说去到5%或者多过5% 那就比较困难一些 我想在选车或港价这些步骤 大家尽可能都预充一些时间 因为太心急便不太好 而我正正比较心急 因为很想在隔离完之后 很快可以有车用 可以到处去看学校 去买东西 所以我在讲了价后 很快就落单了 其实都overload了一些东西 其实在车架以外 还有一些小行东西都可以试试 和代理谈论 看看能否包包 第一是Rotex 我们这部车是150磅一年 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 最终他提醒我 我们都落单了 唯有自己付 另外就是车的地毡 它是将原本的地毡 有少许是疫情的考虑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 要求他送回原厂的地毡 到我收车之后 我才想起 最终唯有自己去买 我买Kia 去近些的一间Kia 代理买回这套地毡 都花了100多磅 最后再说一件事 究竟买二手车 需不需要付VAT 即是增值税 其实就在代理的角度 他们是要付的 而在买家的角度 不是太concern 因为你主要都是 视乎车价 如果原先的车主 他是代理自己 或者是一间公司 他手上持有的这一架车 可能是一种叫做VAT Qualifying Vehicle 这种商用的车 如果在他卖给你之后 他可以Claim回之前的VAT 对于买家来说 亦是没大分别 因为都是看过卖价 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 如果车是一些Demo的车 或者是商用车辆 可能会基件出问题的机会大些 或者Keep得不太好 但如果你是经这些 原厂认证的Dealer 去买这些车 可以放心一点 因为别人真的查过 没问题才会卖给你 而这些车的优点 我理解就是 一般来说 理数是低一点 以及他们会做足 所有原厂的保养 其实买车的过程 太心急 真的会容易出问题 我亦都在买车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就是在交车的时候 最关键的那个Lockbook 即VC5那张方法 我是完全没有留到底 有些人说 这张组织 其实就是证明你拥有这辆车 那我如何处理呢 今集就没有时间再说太多了 在预告一下 我们英国买车攻略第三集 未来的内容 当中都有好几个重点 包括在我 confirm order之后 付款的方法是如何 另外交车的过程 还有当我发现我没有保持 Lockbook的copy之后 我如何处理呢 接着就是比较多人感兴趣 汽车的保险如何选择 以及购买的方式 还有一些买车之后的跟进工作 是要如何处理 都会和大家讲解的 另外亦都想出片 讲下小朋友在这里的入学安排 钟小姐和萧小姐 在入学方面都有一些新进展 希望可以尽快和大家分享 多谢大家支持我们学鸡频道 大家记得订阅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以及给like我们 我们很快又见 拜拜